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往九寨沟有三种方式 一个就是飞机飞到黄龙机场 一个就是自驾游 另外一个就是搭乘搭巴 我们这次从成都搭乘搭巴前往九寨沟 表定时间是要8个半小时会到 有些人听到这边可能会觉得很久 但是等等就会跟大家提到 我们最终搭了多久 刚刚在这里买了一堆垃圾食物 是不是看过 对 就是看过 我没有知道 最终我们停了无数个休息站 无数根淀粉长 无数根串烧 我们终于来到了第八个小时 终于快到了 但真的太痛苦了 答案揭晓 我们早上8点半上车 最终在晚上8点半左右到了九寨沟 所以我们花了12个小时才到 这边的片段原本是在建议大家可以搭飞机比较快 因为当下我还在晕车状态真的不太舒服 但是说真的搭大巴有一个好处 就是沿途有很多这辈子绝对不能错过的美景 接着就让我们带大家去吃点东西吧 这区他们叫什么 什么千古琴 千古琴是什么东西 这边是一个夜市吗 这应该是他们的夜市 现在时间是8点33 然后那边的天空 竟然还是亮 就不是后置也不是曝光 就是真的是亮 外面其实也蛮多东西可以吃的 我原本以为深山真的没地方去 但没想到深山有自己的一个聚落 这就别入境了吧 好 这边或许等一下可以稍微走一下 但不知道它多早会结束 坐在外面还挺舒服 今天历经了大概三番四整 最终终于到了我们九泉城在空 那等一下呢 应该会去对面光下超市 然后跟左边的夜市 我没有办法想像 刚刚路上那些这么 感到的那些路程 就感觉就我身上完全不会有人 但其实这边真的挺多的 前面那是 前面那是牦牛吗 今天是吃串菜 非常的 光看名字就觉得非常的道地 我可以买那个吗 刚刚看到一堆三块的是怎样 欸这两块 刚刚你知道 刚刚被坑了 真的耶 现坑 我遇到一个问题 你觉得那是狗是真的吗 那边有好多炙热锅 但是普遍都带不回台湾 绝对不要喝安木鸡 这句话是谁说的啊 买了个王老杰 他刚刚说 有一堆网红来过 但我真的 一个都没听过 这些重庆的家常菜 这些重庆的家常菜 虽然菜还没来 但王老几千走起 水煮牛 而且是牦牛 对不对 好吃 这个是送的 先吃一下原味 面包的味道 配一下 肉很嫩 而且肉很多耶 这个就真的是最下饭的一种 鱼香肉丝这个很下饭 鱼香肉丝 好香喔 它这一份超大 然后超下饭 好不好 吃什么面包啊 这猪肉丝啊 通常会容易过老 你看为什么软 那为什么 这间我无愿意为了他 再回来酒再勾一次 哇 好有仪式感喔 早上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其实是看不太到 因为阳光太强了 这边的三篮就交给你们去 欣赏好不好 因为我真的看不太到 早晨配一根香肠 虽然说这一看就非常的化学 但好吃就好啦 随便 OK 我们来到这个冰山谷 好 进去要搭这种车 然后后面会直接到山谷 好什么东西 什么国家 你别坐 我刚刚认识到有五十个 五十个是一个老款的 有老款的 这是看人还是看海啊 这边可以下去 怎么这么的风啊 这场 长海 这片海是蓝色的 绿色 哦绿色 墨绿色 它已经是重修了 哦 所以它是地震倒下来的 对 它是从山上倒下来的吗 它只开了百分之八十 蛤 还有二十没开 哪一年的地震 完全没有知识价值的一个影片 所以旁边那些是地震倒的啊 对 这边以前是什么 以前是景点 天哪 好 长海掰 不算是 来我来讲课了 你知道它为什么五颜六色吗 为什么 因为它有钙跟海藻 你知道冬天会不会结冰 你要说 会 会 他说不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它不会结冰 不会结冰 凭什么 因为它是地下水 地下水不会结冰 OK 上了一刻吗 这蛋可以卡掉吗 没有 这蛋可以卡掉 没有 这蛋可以卡掉 其实也没有五个颜色啦 有啦 哪里 你比出来给我看 红色 咖啡色 蓝色 绿色 它刚刚上面没有这五咖啡色啊 准备了 感觉下雪会看漂亮 说不说呢 好辽阔的感觉啊 哇 这个至少 零度吧 这水 太爽了啦 好 好 看看瀑布先 -喔 那裡啊 -喔 幹 去轉頭就是啦 -那我們轉個頭就是囉 這瀑布雖然沒有很好看 但大家還是都蹲在這邊 所以我跟風一下 熊貓海裡面沒有熊貓也沒有海 這大概是熊貓海的主體吧 他沒有那黑黑的沒拍到 他說熊貓海有兩個人 沒有 他說熊貓海會有黑黑的沈殿物 他又有時候會 有差你粉刺 有時候會有黑跟白 然後很像熊貓 然後另外一個原因叫熊貓海 是因為熊貓很喜歡這裡 這裡最好就會有熊貓上去 躲屁啊 誰跟你說熊貓上去 躲屁啊 誰跟你說熊貓上去 這裡有一種波光靈靈的感覺 跟你選 看到一些伏幕 這邊造景應該是有故意做的 屁啦 沒有 地震剛好故意 在這邊游泳一定很舒服 然後你就會被抓去拔款嗎 我不知道相機看起來怎麼樣 但是肉眼看起來真的挺不錯 相機拍起來覺得沒肉眼耶 對 有房子 有房子 房子那個肉食 有 不錯不錯 獎勵跟大拇指 簡單的吃個小雪糕捷克 我沒有了 還不錯 也沒有爭果 五花海是沒看到 但是到看到一個五花肉 嘿嘿嘿 五花海為什麼叫五花海呢 好 因為有很多五花肉來看 在第三次的冰河時期 來繼續 我忘記了 那個是什麼 那個螃蟹 那個大螃蟹 那個沒文化的人 你看海底的浮沫 這個上面都已經 這是那個地震那個時候 地震那時候倒下去 八八地震 不要下山牌生 注意安全 這很像 現在的畫面很像在錄那個 商場在賣電視 不知道會有這種畫面 不然就拍個花小鳥之類 這顏色是 漂亮的黃色 我覺得有點不漂亮 好像牛糞 秋色 好美喔 所以我在海外還以為在西頭 好美 好塞咧 觀光客回到景區大門口 這個地方 再見 沒有 永遠不見 拜拜 來過一次就好 我連店名都沒看就進來了 我們還有烤串 這個銅鍋已經好久沒見了 烤串 天鮮 好 謝謝 觀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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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有咬筋的 要不要沾給我的醬 那不是老啊 那是有咬筋的 那是有咬筋的 娃娃菜 土豆 小豆 我們浸泡一下小豆 喔 這種鏡頭就有一個好處 就是 拍食物特別美 後面光圈大 直接全部都肉椒 這個真的 帶勁 這個叫做 廣市腸 我們吃一下這個小腸 好吃耶 只是有點油 好吃 通常做股票的人 是不吃這個人 大家自己注意 尤其是我們在投資的人 不吃韭菜 是被割韭菜 因為我們剛剛這樣子撈 這個鍋子像個無敵洞 已經吃到已經撐了 還有 這麼牛逼多的肉 是好吃的 只是 你會覺得說 看 怎麼還有 最後還是非常乾淨的 給它解決 超 剛剛吃完了這間 的這個土火鍋 還不錯吃 還不錯吃 然後現在已經 其實已經是八點整了 那 可以看到 在酒袋鍋這邊 它的天空還是特亮 喇叭聲 絕對 就是像這樣子 連綿不斷 這才是正常的 我來第三天 我他媽都習慣了 非常的熱鬧 已經八點了 在這個地方 深山裡面 還是有某一處 是非常活躍的在進行 喔 滴滴清菊 喔滴滴的啊 那一定是要有 財包證成的用啦 大家就可以記 那一定要有 中國手機號 那一定要有 加86 你沒有加86 你就乖乖走路吧 就在我們飯店旁邊 今天是最後一天晚上的酒菜鍋 說實在的耶 這邊給人家一種很無憂無慮很自在 然後大家都有那種富有人情味的感覺 所以真的真的還蠻不錯的一個地方 就是人一生 難怪人家說就是人一生 一定要來體驗一次的地方 大家都感覺就是 拋開現實社會的煩惱 然後在這邊回到大自然的擁抱 然後跟大自然做一個近距離的接觸 放鬆身心 樓下買的臭豆腐 它這個是長沙臭豆腐 吃一下 很好吃 剛剛在樓下也買了一下烤餐 挺juicy的 比在上海的好吃 好吃 今天應該就這樣了吧 買東西了吧 明天見 掰掰 最終我們回城大巴 我幾乎都在睡覺 為了抑制住自己想吐的感覺 幾乎可以說是睡了一半以上 中間還遇到了車禍堵車 卡了一陣子 幸好最後在六點抵達成都 結果在成都被大巴公司要求中途下車 我真的會謝 好 成都急要繼續了 我們順利的回到了成都 準備丟路邊 好真的被丟路邊非常糟 總之呢還是非常感謝各位收看完我們的酒在溝 不管你用什麼方式 酒在溝真的是一生必去一次的地方 除了看看大自然的美 順便陶寫一下自己的心靈 我是黑板 我們下期見 掰掰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